狄克外祖父,外祖母是中国人,侯永永的母亲是中国人,前者是挪威千才求新,只有21岁,前途一片光明,后者拥有英国国籍,英文名言纳里斯,此前效力于布伦特福德,求援的梦想是立足英超。 因此,当两人听说中国祖母想规划他们时,开始困惑很多,尤其是侯永永放弃挪威国籍,加入中国国小,甚至惊呆了挪威户籍工作人员,我们还没有碰到过放弃挪威国籍的。 但是现在,两人都放弃了原有国籍,加入中国籍。 当然,不是随便一个球员都能被规划,除了达到资格条件,球员个人能力也很重要,只要达到中国国字号水平,获得俱乐部和祖邪的认可,祖邪才会考虑规划。 根据国际祖联的规划要求,必须满足一下四点钟的一点。 一、本人出生在该国。 二、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该国。 三、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该国。 四、年满十八周岁后,在该国连续生活超过五年以上,没有为其他协会的国字号代表队的效力经历,侯永永和李可都是符合第二点。 除了国安有规划球员,恒达也有,此前,毕露前锋销已经加盟了恒达,此外,埃福顿前锋布朗宁也加盟在往。 据悉,足夕手笔规划的球员,只有这四人。 最早前的热身赛里,李可和侯永永都有过出场经历,国安内部教练和球员都认为,两位球员势力相当不错。 此外,两人很快,将拿到。